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我们有请到马在心 马社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您好 马社长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马社长的到来 那么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拜登将签署行政令打击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行为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于1月26日采取行动 打击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 拜登预计会签署旨在打击亚裔美国人种族歧视的行政令 并于星期二下午就种族平等问题发表讲话 预计他还将公布其他行政措施 关注公平住房和监狱条件等问题 据美国之音报道 拜登在推特上写道 美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建国时做出的人人平等的承诺 但我们从未停止过努力 今天我将采取行动 推进种族平等 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建立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 马社长对此事有何看法呢 反对这个歧视亚裔的这个相关的法令 实际上呢 在美国也正如拜登总统所讲到的 从建国以来他们所谓人人平等 这个理念呢 并没有在美国真正的完全的实施起来 在白人呢 当然是人人都平等了 但是从很早开始 就是首先是对黑人 黑人 那么他歧视 黑人来说是都是奴隶 那么对当地的所谓印第安人 就是美洲大陆上原来的原住民 都是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但是美国建国的一些纲领 一些方针里边 他总有人身而平等 人人都平等 但有这样的这个理念言论 宪法的这个民文规定 但实际上在美国并没有完全 真正的实施起来 那么这里边 除了这个对原住民的这个歧视 对黑人的歧视 对亚洲人的歧视 也是其中的很主要的一部分 这实际上源于像18 大概是1882年的时候 美国就产生了一部排华法案 当时针对华人移民 其实主要是当年来修筑太平洋铁路 在美国修筑这个横贯东西的大铁路 那些华人 把他们用完之后 就完了不给予他们 与其他白人的同等的这种待遇 在这个寻找工作 在他们的职业方面 在他们的婚姻方面 在他们的居住方面 在他们的权力方面 实行了种种的限制 其实上加拿大跟美国也差不多 1882年美国有一个排华法案 那么1885年 在加拿大就产生了这个 也是同样的排华法案 加拿大特别设立了人头税 而且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个加价 来限制这个华裔的民众 在后来这个所谓排华法案 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 来自中国的这些亚洲人口 其实它也扩展到 对于日本人来自朝鲜 东亚这些各个民族 甚至包括后来的印度人 所以它是这个相类似的法案 以排华法案为首 那么针对亚洲各个民族 采取了一系列排斥 限制的措施 这是国家在法律上制定的 这些措施和规律 那么然后来 在这个19世纪 就20世纪 就上个世纪 陆陆续续这些法案被取消了 但是它的影响 还一直在民间存在 平常不再显现 国家一有这个重大的事情 这些歧视就显现出来了 不管是经济上遇到困难 社会遇到动乱 政治上出现什么 异端思潮 这时候除了排斥黑人 就是排斥亚洲人 亚裔人口 所以呢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专门制令 这个反对 这个歧视亚洲族裔的 这样的一个法案 对此呢 我想 全世界的 特别是亚洲的人民 特别是居住在北美地区的 亚洲人口 是非常欢迎他这样做 之所以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要特别的采取 这样一些法律 颁布这样一些法律 其实呢 他跟过去四年之间 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有关系 但是特朗普从来没有说 他赞成那个白人至上主义 但是实际上 他骨子里 他是赞成这种白人至上 他本身就是这个 带有这种理念 他从来没有直接说出来过 但他是尽量在淡化 在他的政策 在他的演讲里边 尽量淡化这个所谓白人至上主义 思潮 在美国逐渐的泛起 他反而在有些相关的讲话中 还说 对白人也有一些暴力行为 他是这样去解释 所以在他的这个 这种政策的 或者他的讲话的这个 潜移默化的趋势之下 过去四年 所以在美国本土上 白人至上主义 那是有所上升 那么黑人弗洛伊德的死亡 是表现的最为突出 所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他在他就职演讲里边 还特意提出来反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 就在过去若干年间 总统的讲话 就职演讲里边 从来都没有提出来过 说专门针对这个白人至上主义 总统在他的首次的演讲中 他特别提出 所以就可以说 在美国的社会 针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在逐渐的上升 这种歧视的这种力度 广度各个方面 都在这个祝福的加强 所以拜登政府 针对这个提出了新的法律 我再说一遍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本土 来看一条加拿大新闻 为寄宿学校制度辩护的 加拿大参议员辞职 加拿大联邦参议院议员 林恩比亚克宣布辞职 他今年71岁 离参议院规定的必须退休的年龄 还有至少三年的时间 据RCI报道 林恩比亚克在2013年 由时任加拿大联邦政府总理 哈珀任命为代表安大略省的参议员 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 因多次发表 为土著人寄宿学校制度 辩护的争议性言论 而引起媒体的负面报道 并多次受到参议院的纪律制裁 加拿大联邦政府 已经为过去100年间 强迫土著人儿童 上寄宿学校的制度 和许多土著儿童 在寄宿学校中 受到暴力和性虐待的问题 正式道歉 并做出财政赔偿 关于这一消息 我们请马市长来点评两句吧 刚才这一段新闻 是讲加拿大的一个参议员 他在他大概2013年 担任参议员以来 参议员以来 七八年间 这是个女士了 女性参议员 多次就加拿大 过去所谓原住民寄宿学校 这个事件进行辩护 这个在我们在评论这个事件之前 还简单给大家陈述一下 原住民寄宿学校 简单的一个来龙去脉 那么实际上在加拿大这个土地上 我们称之为原住民 实际上它里边细分 还包括三个民族 一个就是印第安人 现在叫做first nation 第一民族 还有一种叫因纽特人 这个因纽特人 其实我说另一个名字 大家比较熟悉 叫爱斯基摩人 爱斯基摩人 是他们自己不愿意使用 爱斯基摩这个名称 据说这个话的原意 就是吃生肉的 来自远方的异族人 因纽特人觉得这个名字 对他们有歧视 所以他们不使用爱斯基摩人 而是用因纽特人 那么还有一种原住民 叫梅蒂斯人 实际上这三种人 第一种 这是first nation 它是18000年前 就从亚洲跨过白岭海峡 来到了美洲的大地上 他们分布比较广 人口相对多一点 第二种因纽特人 实际上是数千年前 也是跨过白岭海峡 从西伯利亚那边过来的 他们基本上就生活在 加拿大的北极圈 那个附近 是在和极其寒冷的地区 生活的民族 因纽特人 那梅蒂斯人 其实就是当初欧洲人 开发了美洲大陆以后 他们在东部和中部 从事皮毛生意 当年那些欧洲人来到这里 从事皮毛生意 其实一部分人随着船 就把皮毛运回去 还有一部分留下来 继续和当地的原住民建立联系 不断地收购这些皮毛 他们建立了一些商业的联络点 商品集散点 一部分欧洲人就在加拿大住下来 但那时候条件比较恶劣 都是荒毛之地 所以来的这些欧洲人都是男性 全是男性 他们在当时交通不便利 他们在加拿大一住 就是若干年 可能才回欧洲一次 所以他们在这儿要生活 也要有性生活 所以他们就取原住民的女子为妻 就是剩下了一些子女 但是若干年后 大概十年八年以后回欧洲了 这些妻子孩子都不在 因为这些人可能他们觉得 没法适应欧洲的生活 他们就只身返回欧洲 这样的人来来去去 这样就留下了一批 就是原住民和欧洲人的 结合而产生的这些人口 这些人被称作梅蒂斯人 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特有的一致 这三个民族被通称为加拿大的原住民 也叫土住人 现在比较正规的书面的称呼叫原住民 那么原住民呢 大概在1870年的时候 加拿大1867年建国 1870年的时候 当时就白种人想着 怎么把这个原住民给从化了 这要从化呢 就要把他们的文化 把他们的这些习俗扼杀在摇篮之中 让他们就把那些孩子们 那时候在全国 大概陆陆续续建立了139所原住民的寄宿学校 把那些五岁以上的孩子 就从他们父母那里接过来 断绝和父母的联系 不管千里万里 集中在学校里边 统一住宿 统一这个吃饭 统一这个教学 就不允许他们使用原来的民族的语言 完全用学英语 统一教授他们这些西方的文化 就是英国的文化 就是从根上把它们从化 他们是这样想的 就采取这样一种非常非常 不人性的做法 把他们寄宿在一起 那当时那个寄宿学校呢 管理又比较差 是当时是政府和教会一起携手 来这个办理这些寄宿学校 寄宿学校这些原住民的这些孩子们 在这里面呢 就没有那种人性化的管理了 就管理弄起来就有吃饭 有住的地方 有学上啊 就觉得不错了 就这么挺好 在这里面呢 因为管理不善 发生一些病死的 什么这个 有逃跑在路上冻死的 有这个受到这个性侵犯的 各种各样的啊 孩子们死的都很多 来说去介绍 就一所住宿 住寄宿学校旁边 就会建一个坟场 因为这孩子们经常会有死亡的 各种原因 因各种原因而死亡 所以这个呢 在这个 也许他们有想法啊 我们想把他们同化了 大家都使用同一种文化 但是他们用的手法是残忍的 是比较恶劣的 这大概到这种寄宿学校 最后一所寄宿学校 大家知道是1996年才关闭 也就是20多年前 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关闭 后来呢 还幸存的8000多个 这个寄宿学校的这个 学生 当然他们都长大了 他们就集体状告 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 要求培长 要求对这些 过去这种恶劣的对待他们 那么这个东西 官司打了10年 打了10年 最后也是在哈佛总理任期 2006年的时候 达成最后的和解 那当然就政府赔款了 据说赔款赔了15、6亿 据说给每一个幸存者 每人赔偿11.6万家元 把这些事基本上告一段落 就是白人或者加拿大的政府 在历史上对这些少数作用 特别是对原住民所犯下的一个罪行 这个哈佛总理公开道歉 那么现在这个参议员呢 说起来其实跟上一则 美国的那个评论是有关系的 这位参议员其实脑子里 也还是有白人至上 他总觉得他辩护 觉得那时候也是充满了善意 为了同化他们 怎么怎么样 但实际上被证明是非常残忍的一种方法 来对待原住民 想扼杀人家的文化 彻底漂白这个种族 这样用这种比较残忍 比较恶劣的这个做法去做 至今受到世人的谴责 所以这位参议员公开的 还发表文章 或者有这个言论 对这个过去的这个制度 进行辩护 是应该受到批评 所以他最近这样一个处理 也说明我们在北美 不管美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这个社会总体上 是坚决反对白人至上主义 坚决主张各族裔的人民 在北美这块土地上 都拥有自由生活 平等相待的权利 大家的权利义务责任 都是同样公平的 都是应当得到尊重的 而且各个民族的文化 传统都应该受到保护 在我们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政策里面 还特别规定 就是各个族裔的人民 都有传承和弘扬 他们本民族文化的权利 所以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北美大地 现在略略有一些抬头的白人至上主义 各个族裔的人民 应当联手起来 共同的予以回击 我们赞成美国政府 也赞成加拿大政府 现今的这些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做法 我们为之喝彩 希望他们坚持 谢谢大家 今天评论就到这里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同时也感谢马社长的分析和点评 观众朋友 我们明天再见